今天是中秋节 南台湾的乡亲等着家人返乡吃团圆饭 不过高雄市从台风当天到现在 还有部分地区没水没电 冰箱里面买来过节的食物全部都坏掉了 民众一看到前来勘灾的高雄市长陈菊 就纷纷围着他问到底怎么办 高雄市长陈菊一到现场就被住户团团围住 不满的情绪全都爆发 城局不停的安抚住户 口中一直说着抱歉 高雄市三民区本河里从19号到现在 还有大楼因为地下积水还没清光 供电系统无法修理 马达不能运转 高楼层的住户只能提着水桶来接水 大楼门口就放着大大的供水桶 方便民众使用 住在九楼的陈太太说 为了清理家里一天就这样提着水 来来回回走了四五趟 没水没电 风灾前买的菜都坏了 碗筷没水可以洗 家里冰箱的东西也全坏了 虽然是中秋节 他们没心情过节 没有心情过了啦 这种非常实体 还有心情过中秋 同样一楼的住户 日子也不好过 电力没有恢复 转开水龙头 自来水也还没有来 没水没电 只能慢慢清理 派来的消防车 也说太高不能进去 然后长度又不够 又开走 然后又找来 那个胖部又太小 栽进去三个小时 抽水才抽这么多 你要抽干的话 要抽差不多三天 虎等不到抽水机 大楼主委说 他们只好自己先花钱 找人来抽水 早上终于等到军方 和消防局的救援 住户都认为 救援掉路混乱 让他们已经四天 没水没电 这里的居民都说 九年前的711水灾 也没有这么严重 这次水灾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们希望政府能给个交代 记者李树然陈显坤 高雄报导